Sound on AJ 宅漫漫說 哈囉大家好 我是AJ 歡迎來到宅漫漫說 今天是2021年6月16號 好 那本週的湄公商時間呢 是一款我非常喜歡的遊戲 就是薩爾達傳說礦野之席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這個 已經算幾年前的遊戲呢 因為最近剛好就是一三展嘛 然後任天堂的直播呢 他有在釋出薩爾達 礦野之席的續作 他目前還沒有確定的這個新的標題之類的 總之就是礦野之席這個系列的續作這樣子 那看到這消息剛好就是蠻興奮的 所以想說再重複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款遊戲有多棒這樣子 因為其實相信這種經典大作 我說他是經典大作應該是不為過啦 因為他應該是我人生玩過的 眾多遊戲中數一數二好玩的 那這一款遊戲 其實應該很多人沒碰過 就像是有些人 他們可能就是沒有看過一些經典電影 那可能有些人買了switch 但他可能就是拿來玩健身幻 他或是玩馬力歐賽車或派對 他就是沒有去玩礦野之席 那我只能說你們這些人 你們買了switch跟買一塊磚頭是差不多的道理 就是你有switch 卻不玩礦野之席真的是浪費人生 然後浪費這台機器 那如果你玩過礦野之席 你就算只玩過這一款 你這台switch就算砸掉了 也都不會浪費 礦野之席就是這麼神的一款遊戲 那他到底為什麼好玩呢 其實薩爾達傳說 我蠻小時候就玩過了 他以前在GBA還是 我記得GBA版有 諸神的三角力這一代 那其實他不會講 薩爾達123啦 他比較是薩爾達傳說 然後礦野之席 然後諸神的三角力 天空劍這樣子 他比較是分不同的系列名稱 然後每一代玩法都有蠻大的差異 我第一次玩是玩諸神的三角力 他比較是一個 一個平面2D平面 然後解謎冒險戰鬥的遊戲 那其實他當時一個小小的 在GBA上的遊戲 就非常的豐富好玩 然後我就從上面感受到薩爾達 這個系列的 這個獨特的魅力 非常有冒險感 然後又充滿一點意志解謎這樣子 其實我並不喜歡意志解謎的部分啊 所以小時候我好像卡在很後面 卡關之後 因為小時候你也不懂得怎麼查攻略的時候 最後沒有把它玩完 但我記得我也玩的蠻後面的 就是至少一握的感覺應該是後段了 然後其實更小更小的時候 以前還有一台應該是叫N64的 任天堂主機 上面有一塊叫石之敵 欸是石之敵嗎 我有點忘了 應該是石之敵沒錯啊 那款其實他夜晚的時候有點可怕 結果小時候有點怕那款遊戲 但那款遊戲就是 我其實不確定那個到底算不算開放世界 那個時候應該還比較開放世界 但至少 他會讓我覺得那個遊戲的特殊之處就是 他沒有讓我覺得很限制你要怎麼走 因為以前的遊戲比較有一個固定 你一定要走哪裡去哪裡 然後但我覺得在石之敵上 比較沒有這種限制 應該說其實薩爾達系列多少都有這種 自由開闊的感覺 雖然他其實有一定的路線要求你要走 但是其實你會有一種 你其實是很自由在探索的感覺 我覺得這是薩爾達一直以來都有保存下來的一個 優良傳統 那曠野之奇呢 應該算就是這個系列目前的一個很終極的系列 他自己保留了這種 可以很自由探索他這個大世界的這個風格 再加上現代強大的主機性能 他已經可以放入一個非常龐大完整的世界 各個沙漠啊火山地形啊草原地形水之都 各有特色的地形跟城市 然後還有巨大的神獸的戰鬥啊之類的 然後還有有傳說的龍在天上飛 這種龐大的夢幻世界 你可以以你一個小小的一個人 然後去探索這龐大的世界 你真的很有這種探索感 雖然說現在開放世界非常的多喔 但是薩爾達他求的不是大 而是精巧精巧美麗 他之前我看過一個做遊戲節目的頻道 叫Ganker 就是他有介紹薩爾達 他跨海之系製作的一個概念 他的地圖製作概念非常有趣喔 他們看他們製作的時候 他們是看這個好像京都的地圖 然後他看這個一個區塊的地圖喔 他會算上面大概多少距離 會有一間便利商店 多少距離會有一個油桶 然後多少距離會有一個車站 那其實便利商店的密度 跟油桶的密度 跟車站的密度 基本上一定是便利商店最密集嘛 然後油桶 然後再來是車站嘛 那他就用這個密度的排序呢 來排各種薩爾達 況以自己會遇到的 算小據點 那這些小據點呢 可能是 例如說怪物的部落 然後神廟 神廟就是一個可以探索 得到一些寶物的一個 機關解謎的機制這樣子 然後還有城市啊 之類的 他有一些小的驛戰 可以裡面會有一些旅人啊 然後你可以在裡面 召喚你的馬或登記你的馬這樣子 他可能會用一些 還有塔 就是塔是開闊地圖用的 這樣應該是 怪物的聚落 然後神廟 然後塔 應該是這三個 然後分別就是 以便利商店 油桶 然後還有車站的密度去分佈的 所以你會在不知不覺中被他引到過去 其實當然還有一個他遊戲很關鍵的一個機制 就是他的武器是會損毀的 他的武器除了唯一把大師之劍是不會壞的以外 那大師之劍也是你偏中後期才會拿到的 所以你前期你的劍全部都會用一用就壞掉 所以你看到怪物的聚落 你就會先去打 那這就是便利商店的 這就是便利商店的距離 然後你會沿著走一走便利商店 你看到神廟 你看到神廟 你就會進去解機關拿一些 他可能也可以拿到一些武器 然後也可以得到一些強化的一些素材這樣子 然後最後你看到塔 你會想去開地圖 然後就會順勢的走過去 然後最後最後你就會看到城市 那城市可能就相對比較少 大概 城市全遊戲大概不到10個吧 但你就是這樣依序著 覺得你在依照自己自由意志的感覺在走 但其實你是漸漸的被他這些沒有明確的指引 但是你卻其實是照著他的指示在走的 然後最後走到他希望你走到的路上 所以其實他的整體的設計 雖然他們也有任務系統 但多數的遊戲他其實都是用任務系統來帶領你 一直往某個方向去走 但薩爾達比較雖然他也有任務 但他比較是用他本身設置好的路標 默默的一步一步指引你前進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也正因為這個遊戲做什麼都好玩 其實還有像是他的物理運算非常的有趣 像他的火焰 他的火焰你放在地上 然後就可以燒草 然後甚至你可以燒一些各種東西 然後草燒起來之後 他會出現熱氣流 你熱氣流你就可以跳在上面 撐開你的滑翔翼你就會飛上去 他的這些細節的設計都非常非常的好 讓你可以玩出各種戰鬥風格 你先自己玩 然後再去看別人玩 你就會覺得 原來我們玩的根本是兩款遊戲 所以他是一個可以玩出各種自己風格的遊戲 那他的難度也可以依照你自行喜歡去調整 他基本上 雖然最後有一個更困難的模式可以再重玩 但你其實前期如果你覺得太簡單 你也可以不要穿太好的裝備 因為他沒有等級這個限制 他沒有等級 他是有強化自身的血量的功能 但他沒有等級 所以你最多就是穿防具拿武器來強化你自己 那你可以降低這部分來提高難度 這也是一個做法 總而言之他是一個非常豐富又好玩 然後他的劇情雖然簡單 但因為你很投入在這個世界 這一個簡單的小故事 就可以讓你覺得有很深切的感動 所以雖然其實我玩整個故事 我真的覺得他故事超普通 超王道超標準 但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就是你被這個故事給稍微感動到 所以其實故事到底寫的 好不好一直都不完全是最重要的 不完全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應該說你會不會講故事 我覺得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故事給爛的人講 他們還是不會講得很好 很爛的故事給厲害的很會說故事的人 他還是可以把它說得非常的有趣 所以我覺得薩達不論在遊玩性上劇情上 都是一等一頂級的優秀 非常推薦大家去玩 加上他的風景美術風格也真的是好到不行 如果你這輩子沒有玩過薩達曠野之奇 拜託一下好不好 可以去玩一下 真的非常非常好玩 好那接著呢是我們的這個ACG新聞的部分 那這一次的新聞是講這個赤井心的事件喔 上次呢我們講過了這個同聲可可事件 然後想然後呢網路上有一個梗就是 呼籲大家不要再通靈同聲可可的事情了 這個你亂通靈也只是造成對立阿 然後怎樣造成一些網路上的困擾 然後接下來的赤井心無限期休息 然後大家就很難不把這件事情跟中國聯想在一起 那相信有在看Hole Life的人多少都知道龍心事件嗎 那這個龍心事件 大家可以稍微上網搜尋一下龍就是恐龍的龍 心就是心情的心 你上網搜龍心事件 你可以找到非常多的懶人包 那你可以大概去看一下這邊我就不再贅述 那因為龍心事件第一個就是 就是同聲可可 然後第二個影響的人就是赤井心 然後現在一個人7月1號要畢業 然後另一個人現在突然無限期要休息 哇你這個很難 很難不有任何的聯想啊 就算我現在非常理性的 就是告訴自己當下 當下非常理性的告訴自己 這個應該沒有關聯吧 但你還是很難不去聯想到這樣子 那不過呢 趙冠李喔 我的通靈王好朋友 這個果獸大大呢 他也有在通靈了一次 然後就也是有跟他 徵求同意說 我想要分享他這個 他通靈的看法 那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覺得他通靈的 蠻有趣的啦 所以我自己也想分享一下 跟大家聊一下看 然後大家也可以 歡迎分享 就是留言告訴我 你自己 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你可以在Apple Podcast Apple Podcast的這個上面留言 然後或者是在YouTube留言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邊以下呢 是我朋友果獸 他的這個通靈的這個想法 我先說我沒有記得很詳細的時間分界點 那只是講一個大概的印象 那刺警星在龍星事件之後 就有一點迷失原本實況的方向的感覺 他喜歡一些非主流遊戲 超級兔子人 湖南糖豆人 和其他成員有點不太一樣 那有點比較接近的 大概剩下就是Minecraft 那可以去看他的開台的足跡 就可以知道了 那當有Hachama這個概念出來以後 觀眾的反應很熱烈 那Hachama這邊稍微介紹一下 有點像是他的另一個人格啦 有點像是另一個人格的設定這樣子 那他也做了很多相關的東西出來 Hachama Cooking 然後人格戰爭 我必須說這個人格戰爭這個 真的是鬼之企劃 真的是企劃之鬼 非常的厲害 我當時看到這個玩法 我都覺得刺警星真的是很厲害 就像我當時還沒有很迷看Holo Life 我都覺得這個企劃相當的厲害了 好繼續 另外還有延續以前會和觀眾互動的相關企劃 等等的 那 乘一二點 那作為一個偶像 刺警星比起會場更接近一般人對於偶像的認知 年輕有活力 唱歌跳舞也極有潛力 那照理來說應該更符合Cover的偶像方針 然而刺警星目前比較像是以企劃為主力的V 那在我看來 休息除了可能是心理壓力 那他推特有數次提到 因為心理狀況不佳要休息 那除此之外呢 或許也經歷了會長所說的和Cover方向性的不同 那第四點跟他宗智人稍微有一點關係 這邊我們就盡量不提不談宗智人的部分 好那第五點呢 多半成員提到刺警星都會說他是很有想法很努力的孩子 那而刺警星的個性就這個果獸個人的猜測 是一個比較單純還沒入社會的孩子一樣 那私底下呢 刺警星和會長其實交情很好 那會長 同聲可可會知道Holo Life也是因為刺警星 那多半的成員談到刺警星都會說 他是一個有想法非常努力的孩子 那而刺警星的性格呢 在果獸個人的猜測裡面是一個單純比較沒有進入社會的孩子 那私底下呢 刺警星和同聲可可其實是交情很好的 那同聲可可會知道Holo Life也是因為刺警星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會長畢業之後呢 那對刺警星可能比較難不把這件事情跟自己有所聯想啦 然後可能也會覺得自責 那那時候龍星事件幾乎是同聲可可一個人去吸住了炮火 那或許這次的休息也多少跟會長的畢業 心情上有一點影響這樣子 那在刺警星公佈了要休息之後呢 那像不知火飛啊然後瓦塔妹然後還有天使他們這些Holo Life的其他成員 也都有出來表示然後會等刺警星回來 那也有很多也有人就是表示說 有跟他稍微問過狀況了 那雖然這個消息很突然 不過請大家放心這樣子 那請慢慢等他回來 基於以上呢 這個果獸他通靈的看法是 這個因為企劃的方向屢遭修正 那以及受會長畢業影響 所以選擇休息並且尋求靈感 那有人提到可能是因為就是中資人自己的姿勢 也可能是讓他休息的一個可能性 那總之呢如果相信這些同事的推特發言不是場面化 那事情應該是沒有那麼的嚴重 那大家就安心安靜的等這個刺警星回來這樣子 那另外一題同聲可可活動的時間是2019年12月底 到今年的6月底 那大約是18個月 那如果加上半年的培訓期應該是兩年的合約 那如果這是hololife與藝人簽合約的長度的常態的話呢 赤錦心的合約應該會要到2022年的1月才會到期 大家應該也可以以此基準來觀察一下其他人的活動狀況 例如兔天佩托拉 他是2019年7月中開始活動 那大概是在2021年的2月中結束第一份合約 並且簽了一份新的 那1月下旬的時候呢 佩托拉則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1月22號在實況的時候念SC 突然靜音回來之後呢 雨帶哽咽 並於1月24的會線解釋自己是因為想要回饋給觀眾的東西 事情被打槍了 那並且說覺得不知道營運把錢拿去哪裡做了什麼 然後甚至會開始覺得是不是不要開斗內比較好 那後續後來是說沒有事了 那佩托拉也接受了 那以刺警星的狀況 则是變成現在距離合約到期還有半年 那或許現在在這個時間點停下來想想以後的方向 或許也是不錯的選擇 然後順便補充就是 這也有提到這個HoloLife的母公司 Cover是否為中資的這件事情 那除了VR技術有合作入股的HTC以外呢 其餘都是日資 然後以及日本光股基金以及銀行基金為主啦 然後少數是私募的廣告業主這樣子 所以他的中資的成分應該算偏少的 那其實也有人提到其他的中資的部分 不過就算有中資好了 我這位Tony的朋友他也是覺得 Cover要回中國市場是偏難的 那以我的理解呢我也是覺得偏難的 因為其實以過往的狀況來說 有時候你想要回去他們還不歡迎你 因為你以前曾經就是怎樣怎樣 就是可能有乳化之類的 就算你要回去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那Cover有必要這樣子做嘗試嗎 我是覺得以他們現在退的蠻徹底的狀況來說 我是覺得他們應該不會想要再嘗試回去啦 然後再加上他們之前我印象中有提過 好像短期內不會再跟中文市場做太多連結這樣子 那我記得中文市場應該也是包含台灣啦 就是不會跟台灣跟中國市場有過多的連結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至少我覺得同生可可跟赤金星 真的應該就是剛剛好在差不多時間一個畢業一個休息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啦 當然這件事情真的太引人遐想了 如果你有什麼你自己通靈不一樣的答案 歡迎分享在下方留言好不好 欸我這邊想再補充一點 因為其實上次的這個同生可可的影片 有人留言就是說 欸我這個看法實在是不太可能喔 因為像是 已經有Hololive的成員已經有接 像是暗黑破壞神啊這些 有中資的手遊 先不論暗黑破壞神的中資程度有多少 就是暴血的中資程度有多少 我記得其實雖然大家常嘴他是共血 但我記得好像相對來說 他沒有到他的中資程度沒有到那麼高 順帶一提 要說中資程度最高的應該是拳頭色吧 Riot 他的中資程度我記得應該是90%還是100% 我記得好像已經是100% 就是他100%好像都是騰訊恥古的 不過這個細節我有點忘了 我印象中是這樣啦 所以我當然是可以理解就是 一定會接到一些遊戲 然後他裡面有百分之多少是中資 甚至這個遊戲就是中國的手遊 例如說像碧蘭航線啊 或者是原神啊之類的工商這樣子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說 就是他們不可能不回中國市場啊 他們還是會接原神的 還是要接原神工商啊 中國手遊的工商啊等等的 對這我完全可以理解 那我覺得這是算我的錯 因為我自己當初我們在聊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並沒有定義說 什麼叫重回中國市場 其實以我的這樣的標準來說 或許應該也不能說不回中國市場 因為以我自己的我想表達的比較是說 他們比較不太可能說再回到B站去直播 或是參加他們的演唱會啊 然後或者是成立CN啊這種 直接讓HoloLife的成員 然後進入到中國平台這件事情 應該是不會再做了 但是至於在日本接中國的遊戲工商啊 中國的工商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定是會的 因為你不可能避開中國的中資的產品 不論你是台灣人也好 你不可能避開你的生活周遭 有使用任何中國製的東西 任何遊戲沒有中國投資的部分 現在所有的大公司應該都有中資啦 所以我完全可以理解這件事情一定是有的 那只是我想表達的可能並不夠明確 上次想表達不夠明確 我自己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HoloLife的成員要回中國進行直播或表演 應該是不太會的這樣子 那會不會接中國的手遊 跟中國的一些商品合作 然後在日本做直播的工商 我覺得這點當然還是會的啦 那如果在定義中這樣子 就是接中國的手遊啊這些 就是算回中國市場的話 那確實不可能不回中國市場沒錯 那至於會不會回中國進行直播啊一些表演啊 我認為應該是不會的 就是不會做這種很深度的連結 那在日本做工商我覺得應該是會的 我的想法是這樣啦 那上次表達不夠明確的部分 也感謝各位的留言討論 好那這一次呢我們ACG新聞就只有這一則 因為呢今天我們還要來聊 也算唸一唸各位感謝的這個五星好評 哇目前真的大家給的真的都是五星好評 雖然我知道這一定沒辦法維持很久啦 但是還是稍微唸一下這些五星好評 感謝大家的這個給評喔 好因為我們趁現在這個評論還沒那麼多 趕快唸一唸 不然以後多起來會變得很難把它唸完 好那首先呢第一則是元神樂同學 那他說翻譯就是種雏鳥效應 欸這句話說的不錯 好他說 調青方法快笑死說到翻譯 最近開始用播客支持這本 買了本戀劇人看 一切都一如既往的美好 唯獨就是馬騎馬被翻譯成真技真 有點不適應 我想就是這種感覺吧 沒有錯真的是雏鳥效應 欸就是我是先看真技真的 所以我就是覺得幹翻馬騎馬好奇怪喔 好下一則是 他説每周三更新哇塞 AJ別附堅啊 AJ的J還寫錯寫成JOE 好我可以理解啦 因為O就在I旁邊 好了五星蝦挺 感謝感謝感謝你五星蝦挺 懷念那個抽卡抽到崩潰的系列 這位同學他說 新節目新系列 點開動漫主題的Podcast得到 肥仔減肥心得分享感謝 那雖然講到懷舊的地方容易離題 但主題整體講解很用心 期待每周的節目 其實我們節目其實盡量是 怎麼說 比較隨性一點啦 我是喜歡隨性一點講 因為Podcast他的好處就是 他比較沒有時間長度的限制 如果今天是做影片節目 我通常會把我所有很廢話 或是有點太離題的東西砍掉 但今天Podcast嘛 就是我可以有比較長的空間 所以我今天講的就算有點離題 但他也是我想講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就會盡量的去講這樣子 所以也還請大家多多包涵 他也算是一種 比較不一樣的節目形式啊 希望你可以喜歡這樣子的形式 所以就算是離題了 我也是講的 自己很開心這樣 好 下一個是 Koroko Roko 他是PTT廢文考察團團長 太誇張了吧 那個與準時或固定更新無緣的AJ 竟然還超前更新 身為長期粉絲我一定要特別留言支持一下 順便請AJ沒事工商一下我的Podcast PTT廢文考察團 那天也是乾脆請華個PTT 就被可可會長畢業的消息嚇到 直接從床上下請 沒有錯 我當時也是從床上下請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聽這個PTT廢文考察團 我真的是這輩子喔 其實在做Youtube以來 就是其實Youtube在比較早期啦 也許現在還有 但因為我現在已經這個邊緣咖了 所以碰不到 就是他們都會有一個算專門 跟我們這些Youtuber創作者溝通的 一個算管理員嗎 管理人或經理啊 應該叫這個Youtuber創作者的經理這樣子 他並不算我們上司啦 比較像是我們跟Google溝通的一個橋樑這樣子 然後他偶爾會跟一些創作者開會啊 分享一下就是近期的一些 可能外國的Youtube的趨勢啊之類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然後有時候我們有一些 例如說演算法的問題 他雖然他們通常都是回答 就是他們也不知道 演算法的正確的機制 對所以演算法就是個黑盒子啦 大家都不知道 連這個Youtube的成員 Google本身的人都不知道了 所以真的是沒人知道 演算法到底是什麼東西 大家只能去喘 那他也會去分享一下就是 就大家會問他一些 演算法相關問題 他也會盡量去分享說 他看到的狀況 他自己分析的狀況啦 然後他有時候也會跟我們就是 一對一就是建議 建議我們該做什麼 然後從第一任到第二任 這個Google的行銷盡 因為一開始第一任 後來他離職了 然後就換另一個這樣子 然後都有告訴我要定期更新 所有人看到我的頻道 第一件事 所以我覺得你頻道應該要定期更新 他媽的我這件事情 聽到耳朵都快他媽長繭了 所以定期更新這件事情 因為我知道我真的做不到 因為我有時候東西就是 寫一寫我覺得寫不好 我就不想要出 我就不想要出這一片 那所以我覺得 當然都寫到我覺得 可以有才出 所以定期更新一直以來 我都不太想要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是開始有 找比較多人協助 像Podcast 是有請桑昂來協助我製作 然後現在有一些節目 他比較不需要我的主觀的想法 他比較是一些資料收集性質的節目 那我覺得也會請這個 我的好助理 這個我的好助手 Jason來幫我收集資料來寫腳本這樣子 然後剪接也都是外包給其他人剪接 那所以就是在開始不斷的找人分擔工作 以及把節目做一些比較容易 可以請人協助的調整之下呢 近期的更新頻率有稍微提高了 但也沒提高多少就是了 就是有提高 其實我覺得算提高了不少啦 只是有時候還是會 因為我的一些緣故卡的卡 好啦 下一則下一則 解釋名詞有些打斷節奏 有些ATG內梗 其實不需要說明 即便聽不懂 但突然這樣說明其實很破壞節奏 那 話說AZ有打算聊原創動畫嗎 自作精良的原創動畫像 其彈物語其巧自己乘車 明明編劇不錯的節奏很棒 作品為什麼台灣卻不紅 那 講梗要不要解釋這一點喔 其實他也是一個很複雜的 也不是很複雜 就是一個很難 拿捏平衡的一件事啦 我目前是 偏向還是會盡量解釋吧 我自己的想法 因為 如果今天是做 做YouTube節目 我就會比較注重 這個影片的節奏 我就可能會省略一些 明詞解釋 那今天如果是Podcast 我就比較有餘韻 他比較有時間 時間長度比較有餘韻的話 我可能會 考慮多做一點點明詞解釋 我覺得是還OK的 好 我之後會再多想一下 先看一下 有沒有更多人反應這件事情 好不好 我之後會再考量 要不要去調整這個節奏 因為我自己當然也知道 做明詞解釋是一定會打亂節奏的 但就是希望大家都能 喜歡 都能聽得懂在講什麼 所以我才做解釋這樣子 然後 原創動畫的部分 騎腳計程車 我有看了 大概看了四五集吧 那中間剛好就是 因為我覺得他是一個比較 需要認真看的人 他的對話量滿密集的 那所以我就想要找 比較有空 然後可以 靜下心 認真看的時候 再把剩下的把它看完 現在也寂寞了 快出完了 然後 其當物語我也是想要等結束 然後因為我看到他的動畫製作 相當不錯 那 原創動畫的缺點就是 他沒有這個基底 沒有漫畫 輕小說的原作 去推他基礎的人氣 因為 你能動畫畫的 輕小說或是漫畫 就代表 你本來就在市場上 非常成功了 你才能動畫畫吧 這是合理的吧 所以 他就是因為 原本就是成功的作品 在動畫畫 他通常也不會人氣太差 那原創的缺陷就是 他缺少了這個基底 所以他就是真的相當 相當難生存 但是其實如果要 要真的 以動畫公司的角度要賺大錢 然後要發大財 做原創的一個IP 真的是最強的 像Shaft 他弄這個魔法少女小園 然後還有這個 最知名的福音戰士 雖然他有漫畫 但他漫畫是 包含在福音戰士 這個企劃本身的 所以他並不算是 漫畫改編動畫 他算是一部原創動畫 那福音戰士就是一個 抓到一個原創IP 大鴻大子 啃一輩子的好例子 所以 就 簡單來講 原創就是一個 拼爆紅 那 走改編呢 就是一個 穩扎穩打 穩扎穩打 各有好壞 所以現在 這個業界 畢竟還是要賺錢 選擇有人氣的作品 做改編還是一個 相對較穩的做法 而且其實應該還是 做改編還是 不少公司是賺的蠻好的 像鬼滅之刃 咒術迴戰 應該也都是賺的相當不錯 好 下一個呢 是煉紅燕同學 那他說 從YT來的粉絲 之前一直都有在關注 AJ的頻道啊 非常喜歡看動畫講評 那原本對於 這個 SEG新聞Podcast 沒有特別的興趣 不過因為 童生可可畢業的這件事情 近YT上的那一集 決定來支持一下 雖然可能鐵粉絲巾蛋 非常推薦AJ的講評節目 我會 認為不同於其他講評節目 在講評上 完美抓到爆雷與心得的平衡點 那講評節目 多少都會爆雷到原作內容 不過 之前到現在追蹤AJ以來 講評會 讓我聽完更想去了解原作 所以推薦大家來收聽這個Podcast節目 希望AJ可以更活躍 哇靠鐵粉 哇真的感謝 其實我一直以來都真的是在跟爆雷跟不爆雷之間搏鬥 就是到底要講到什麼程度 或是到底要講哪點 因為有時候其實不爆雷 我可能想要講這一整段的一個心得 我心裡產生出的一種反饋 我就沒辦法講 但我可能對於他就是這個結局 我心裡很有一個想法 但如果要不爆雷就很麻煩 所以常常就變成說至少可能跟大家做個爆雷提醒 希望大家可以沒看過的可以自己去看之類的 現在比較是只能做這種形式啦 那如果完全不爆雷的話 只做推薦 其實也很容易變得有點燒不到陽處 如果今天這個作品 它不是熱門作品 那這個作品就是我既不爆雷 然後又不是熱門作品 這部片的流量就會很低 然後如果今天是熱門作品 那又不是講自己對於整部作品的結尾啊 心得啊之類的 那也很容易怎麼說 有點燒不到看過的人的陽處 所以我對於要不要爆雷這件事情 我其實也是 頭很痛啊 常常在跟這件事情去作品啊 所以我寫稿 也常卡在這個點上 好下一個是 Webster Wu Webster Wu同學 好難以置信 竟然聽到準時兩個字 這真的不是我認識的爛人節 今天是13月1號嗎 不過總而言之 AJ出品大推薦 哪次不推爆 感謝感謝 我們盡量準時啦 盡量準時 目前這個Podcast呢 是有公司合作的 有3萬合作的 那應該 有在他們的監督下呢 我應該還是會乖乖的每周上來 就是錄音 然後每周穩定的更新這樣子 再來Podcast的部分啦 那影片的部分呢 我盡量努力 好 下一位是六和善士同學 他說Discord的不能加 他連結失效 這點必須要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我們Discord目前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你可以直接密我的粉絲團 私訊給我 我會幫你開連結 因為近期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Discord開始有 我不確定算應該是 一定是機器人沒錯啦 但他的帳號應該都是活人帳號 他可能是到了一些 有辦法到大量的活人帳號 或是有辦法 怎麼去註冊大量的帳號 然後 他沒有那個帳號喔 跑進你的Discord裡面 然後開始撕全部人 私訊你的成員 然後說你的Steam中獎了 他的中獎內容 不要是說你的Steam 可以得到一個什麼 什麼skin 什麼之類的 然後反正就是一些Steam的那種 他的商店的那個小東西 其實我一直都不太懂 那個導演什麼東西 反正跟你說 你中了這個小小獎 然後他是以我的頻道的 我的DC的名義 去跟你講這件事情 大家說你在這個AZ的DC 中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會叫你去點這個連結 然後你點這個連結 你的Steam帳號就被倒了 已經發生過幾個人了 然後我們這件事情 他沒辦法防範 除非關掉所有的連結 就防止這些機器人進來 目前是叫大家回報 這些人給我 然後我把這些人全部踢掉 然後踢完之後呢 過一陣子又跑進來 然後我就再踢一次 然後我後來就痛定思痛 把他全部關掉了 那這件事情並不是我個人的原因 大家請不要誤會 不要誤會 是我自己做了什麼措施 是這些人自己跑進來了 別人的DC也有發生 就不是只有我的DC群 其他實況主 YouTuber的DC群 也有發生類似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我只好暫時鎖國啦 所以如果你確定 你要想加我DC的話呢 可以直接密我的粉專 那我會開一個短時效性的DC連結給你 他就過一段時間會消失這樣 那永久性連結 我們暫時先不開放 我們可能先鎖個一個月再看看情況 因為前一陣子 我鎖了一陣子之後 又有人發生 又有其他的實況主的DC群發生這件事情 所以我那時候又想說 我們這個警戒再度延後 我們再延後兩個禮拜這樣 所以目前是決定先鎖一個月啦這樣子 然後下一個是火雞肉飯超好吃 五星來辣五星召喚直男之道續集 這個我們直男相處之道呢 我是有想再出一集啦 我們之後會再蒐集更多這個 ACG中的男女相處問題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你有看到ACG中 有什麼有趣的男女相處問題呢 你也可以歡迎分享給我喔 那因為我可以拿來跟 就是拿來做一點講評這樣 好下一位是Kirito君 YT算小粉吧哈哈 我以前常常不知道看什麼就會去YT 那聽你的推薦 今天偶然看到一個熟悉的名字 一聽是熟悉的聲音 加油覺得你的聲音很適合做Podcast 祝我越做越好 感謝你感謝你 好那我們的這個五星好評就到這邊 目前全部念完了 感謝各位五星好評的成員啦 如果呢今天你喜歡我們節目也歡迎 或者想跟我留言分享什麼事情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到時候會在累積一段時間之後啦 像今天這樣累積一段時間之後 我會把它一起念完這樣子 那如果呢你想要罵我 覺得AZ你弓這三小講的真爛 哇靠你也是流五星 為什麼要留五星呢 因為留五星的話 我會在節目中把你罵我的話 一起講出來好不好 哇這才是對我最大的羞辱吧 你想要罵我的話 直接在我的節目中被我念出來 直接當眾羞辱我 哇這才是最棒的好不好 想要羞辱我的話 也是五星好評 你流那隻一星三星二星啊 哇靠 燒不到我養醋 OK 我這個人超級不care這種東西的 身為一個做了五六年還紅不起來的YouTuber 這個心理素質啊 可是抗壓性頂高的 你留個一心兩心罵我 罵我什麼我真的是沒感覺 不如五星羞辱我一番吧 感謝你的羞辱 好那接著呢是我們本週的主題 那這一週的主題呢是一個有點敏感的話題 那相信大家都有玩過盜版的遊戲 或是看過盜版漫畫啊 盜版的動畫電影等等的 那在這幾年啊 其實因為SIM的興起 然後串流平台的興起 大家開始逐漸的脫離盜版 那所以聊盜版呢 已經變得有點像講古一樣 那今天有點算是 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這個 有點以講古的心態 分享一下這個幾年前 這幾年來面對一些 盜版衍生出來的小問題 我的一些小小的算煩惱吧 或者是一些想法這樣子 那用盜版要低調 算是這個圈子 這幾年來一直有的共識啦 那其實一直以來 我都是盡量避開這個話題 其實我算是比較謹慎的一個人喔 雖然我經營頻道 一直都是比較隨性 但其實面對一些議題 我都是比較小心謹慎的 那如果你有私訊過我的FB的粉專的話 我有設定一個 機器人自動回復的功能 那所以你就移密我 這個機器人 你就會自動回復一串 我預設好的一個回復 那其實就是會引導你說 你問這個問題 可能可以去哪裡找答案 然後你問這個問題 是怎樣怎樣這樣子 那其中一個回復是 如果你是來問這個動畫漫畫遊戲 去哪找 由於個人商業考量 不會回答這個問題 請見諒 那其實就是怕說 這部作品台灣可能沒有正版的管道 那我當然也不能提供你 盜版的管道 所以我才是這樣回答 這樣子 像是很多人會問我說 這個FET的原作遊戲去哪裡找啊 這樣子 他們問的一定都是 可能是要有中文版 那說真的 目前FET Stay Night的遊戲 就是沒有正版的中文版 這樣子 那在處理可能碰到盜版議題的事情 我都會盡量選擇就是避開這個爭議啊 那不過呢 其實我也想要稍微跟大家聊一下盜版這件事情 所以剛好現在有Podcast這樣的媒介形式 那他其實是比較能讓我暢所欲言 因為一方面其實Podcast它是一個比較自由的形式 它不是有單一平台的限制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怕說吃黃標啊 或是在哪個平台有問題 因為我是各個平台的偶像 所以我就比較不會擔心被單一平台綁架的這種感覺 那會聽Podcast的人 聽我的Podcast的人也沒有很多 所以也算是有低調啦 算是小聲的在說秘密 有點大聲的在說秘密 但還是比較低調一點這樣 比起做影片聊還是相對比較低調一點這樣子 那另外一面呢 我認為會聽Podcast的族群喔 是比較有辨識能力的 通常年紀也稍長一點啦 所以如果你聽到我聊盜版的事情 你覺得內容你不喜歡 那也是你自由思考產生的結果 那既然這樣我也心甘情願嘛 就是被你討厭 那我也沒辦法 這是你自己思考的結果 你不是就是暈脫盜版 我就無腦黑我之類的 或是跟風來黑我之類的 那這是你自己思考的結果 那我OK那沒問題 好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就正式進入來聊盜版這件事 老實說 我一直很想問大家一個問題喔 身為一個做動畫評論的YouTuber 其實很常遇到一個問題就是 翻譯的名稱不一 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們看了盜版的動畫漫畫 就是有一群喜歡這部作品的人 可能是粉絲啊之類的 那他組成一個漢話組 然後去翻譯 然後上傳分享這樣子 然後就成為我們熟悉的 盜版的動畫或漫畫 所以他們都會掛什麼 叉叉漢畫組之類的 那台灣官方翻譯翻成A名稱 然後盜版的翻譯翻成B名稱 那我可能會選台灣的官方翻譯 來做我影片講的名字 但好死不死呢 這部作品的盜版翻譯 才是最多人使用的 我就會有一點兩難 我就不知道要符合大眾習慣 那還是說要用官方認證的翻譯 比較好喔 我在這邊舉一個例子 之前新翻推薦有一期 講到五等分的花架的時候 我用了官方譯名 五等分的新娘 因為花架 就是新娘的意思 所以他正常來講 他雖然有漢字 漢字的花架 好啦 也許當名稱比較有意境 但他就是新娘的意思 所以叫五等分的新娘 絕對是沒有問題的 他的官方翻譯也是這樣 然後底下的人就開始留言 就是五等分的新娘 很奇怪 五等分的花架 比較好吧 幹我整個就是 他媽的是官方翻譯 你是靠喔 那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 就是我比較喜歡 他這個盜版的翻譯 像就是 虎與龍 虎與龍 這部作品是我最喜歡的 校園戀愛劇喔 那我其實一直覺得 龍與虎比較順口 我剛剛也差點講龍與虎 但他的中文的官方翻譯是 虎與龍 那 其實他就是我覺得比較順口啊 龍與虎我覺得比較順口而已 有沒有 特別因為他翻譯怎麼樣 呃 他的原文怎麼樣 所以覺得這樣翻比較好沒有 其他翻虎與龍也正確 因為托拉是這個老虎 然後托拉是托拉拱的前面就是龍的意思 那以及當時這個其實盜版翻譯 就是這個龍與虎的翻譯其實比較盛行 所以當時其實我在做這個 這個虎與龍的點評的時候呢 其實我全程都是念龍與虎 那當下也沒有太多人的反應 那 因為當時應該是這個龍與虎這個翻譯比較盛行 所以就還好沒什麼人說 那不過這幾年其實再度看到有人提到這部作品的時候 多數也是正名去念虎與龍 那所以後來呢 我也乖乖的校正回歸 也都是盡量念虎與龍啦 就是假設今天是一個比較正式的場合 不是說正式啊 就是今天是做影片啊之類的 我也是盡量會念虎與龍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或多或少能視為 就開始漸漸就是大家開始漸漸重視正版這件事了 我自己的感覺啦 不過有些作品就 我覺得真的有點尷尬喔 就是覺得盜版翻得比較好 就是魔導少年 這個翻譯是中規中矩的翻譯沒有錯啦 但盜版是直接用他日文的原文 這個妖精的尾巴Fairytale來作為他的藝名 那多數人講這部作品也都是講妖尾 多數人我相信應該都比較少念魔導少年吧 我覺得魔導少年念起來 有點點別扭 雖然也是一個台灣比較常用的翻譯啦 有個圈圈王圈圈少年 但我覺得還是念Fairytale 我覺得就妖精的尾巴我覺得 比較習慣 我比較喜歡這個翻譯啦 那我相信大家一定聽到現在覺得 幹你到底在攻三小 聽得懂就好啦 你想那麼多幹嘛 語言不就是用來溝通的嗎 根本在意這些小細節 想說妖尾就說妖尾 想說魔導少年也可以啊 對方聽得懂就好啦 我只能說這個 你就略有不知啦 對於你們就是多數的觀眾 可能是這個樣子 今天呢 假設你講視頻 你說早上好 你說質量真高 可能也真的沒有什麼 但是你知道 對於一個有超過20萬粉絲的YouTuber來說 我的言行是都會被放大解釋的 所以每當我遇到這個 魔導少年跟妖精尾巴的這種抉擇時 我通常還是會俗辣的選擇 魔導少年 雖然有些人會留言說 我比較習慣念妖精的尾巴這種 看了有點煩的留言喔 但我至少至少我這個行為是沒有問題的 這其實也算是 其實我也算是在小抱怨我自己工作上的一點小事啦 其實我以前有在經營就是Bilibili的時候更麻煩 它是一個中國的這個影片平台 不要是就是動畫相關為主的 那我通常遇到就是中國的翻譯是一個名字 台灣的翻譯是一個名字的時候呢 我通常要念這部名稱我都是 中國翻譯念一遍 台灣的翻譯念一遍 然後在簡介的時候呢 把中國的翻譯切上去 然後台灣的翻譯砍掉 然後輸出成一個版本 再把台灣的翻譯切上去 中國的翻譯砍掉 然後再輸出成一個版本 出兩個版本的影片 所以呢就是啊 不論是中國的觀眾還是台灣的觀眾 聽的都是自己習慣的譯名 真的是超級麻煩的 這也是我為了避免爭議花的一點小心思啊 其實說真的喔 這也真的沒有什麼做什麼大事 或是做什麼真的很困難的行為 但其實這種麻煩累積個四五年 覺得做到現在也真的是會覺得這件事蠻煩的 那順便再分享一個我覺得也是 跟盜版翻譯有關的一件小事啦 其實我自己也是看到之後有這些 有點無聊的一些小想法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晉級的巨人他的主角 就是叫艾連葉卡 那盜版的翻譯呢 他是翻成艾倫 就是中國他的翻譯是翻艾倫啦 然後所以其實也很多人喔 很多台灣的觀眾也都習慣叫他艾倫 那我自己其實是看單型本的 所以我其實是比較習慣艾連這個翻譯 我覺得翻艾連其實也是比較適合的 因為通常來說在台灣會 台灣會翻譯艾倫這個名字 他原本的英文應該要是A-L-L-E-N 那但是呢艾倫的英文是A-R-E-N 那所以特別區分開來翻譯成艾倫 這一點我其實覺得是還不錯的 然後還有像是米卡莎 他的盜版翻譯是3D 那其實應該依照米卡莎有東洋血統 然後所以把米卡莎這個日文 翻成日文漢字的意思就是3D 那但是依照主角群的故事背景 米卡莎這個名字喔 在他們腦內應該單純的是用發音來理解的 所以我覺得直接用音譯我覺得比較合適 然後至於這個約翰還是要翻成讓 就是要翻約翰還是翻讓 就是這個名字我覺得就各有他的道理在 就是有另一個角色叫John 那因為約翰John這個名字的起源是希伯來語 他的念法我不是很確定啦 大概是優漢之類的大概 因為是我朋友跟我講的 所以我不確定他是真的這樣念優漢還是什麼 但他的發音在中文裡面應該也是傾向 約翰這個發音這個音譯 那但是基於美國喔 他們會把一切的英文都用這個美式發音來念 所以像那個宜家家具的原文是唸IKEA 原文是唸IKEA 但是美國呢會被唸成IKEA IKEA 所以是美國把它唸IKEA 但事實上他應該要唸IKEA才對 那John在美式 J-O-H-N J-O-H-N 在美式發音他也變成了John 那而這個名字呢 到日文的片甲名 他也是照著英文的發音來翻譯出來的 所以也是就變成日文 日文的片甲名拼成了John 那所以最後這個 晉級的巨人的約翰的發音 就變成有點像 在日文裡面有點像醬 像讓這個發音沒錯啦 所以盜版把它翻譯成讓 這個音譯去翻 我覺得其實也沒什麼大問題 因為他就直接照著日文片甲名去翻的 那台灣的官方用約翰 其實也符合台灣對於John 這個英文名字的習慣的翻譯 所以也是蠻合情合理的 雖然我之前就是講大然那一集還有這一集 講到很多翻譯的事情啊 但我自己其實對翻譯沒有任何專業理解 我只是一個普通的宅男 分享自己的幾件而已 我只是分享一下我自己 對這些翻譯名稱的一些小看法 這樣子 因為有些人有時候會好奇 為什麼翻譯出來的不一樣 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好啦 那以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對於閒聊一下 這種盜版的一些一點點小事 那其實能聊的是還真的是不少啦 因為這一次我們也是才聊一點點關於 翻譯的一點小問題而已 那這次就當做一個起頭 那我們之後再可以再延伸再多聊一些關於 盜版的話題 我自己是覺得還蠻有趣的啦 最後想到就是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剛我們這個五星念五星好評的時候 剛好也有念到 這個戀巨人的這個算女主角吧 我個人認為應該算女主角 那總之就是賴個女人 因為我是從單行本看的 單行本賴個女人的翻譯 它叫做真記真 那但是多數人呢 應該都是叫他馬騎馬 大家多數人應該是念馬騎馬才對 那但是因為我是從單行本看的 所以有這個雏鳥效應 所以我覺得念馬騎馬很奇怪 我覺得真記真比較合理 比較習慣啦 不是合理 因為我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合理 我是覺得比較習慣 那如果啦如果 你是那種很苛求翻譯 就是你今天要念作品名稱 你不應該念道本翻譯 應該要用官方翻譯的這種 用正版翻譯說法的這種人 你他媽的你就不要給我念馬騎馬 你不要給我雙標 你也給我念真記真 好啦以上就是我真是想要分享的 無聊的 在我心中一直有的一個小小的話題 好啦那感謝你今天的收聽 那我再一次強調一下 因為怕有些人覺得我們節目 有點常會離題啊 或是什麼的 或是有時候扯到別的地方扯遠了 再次跟大家強調我們這個節目呢 不認真聽也不會死人 是一個非常輕鬆愉快的節目 就是不要太 我在製作上會希望隨性一點輕鬆一點 所以希望大家呢也抱持著這種態度 輕鬆的輕鬆愜意的聽 不要太認真聽 所以上次有人問我說 這個影片這個 我放在YouTube上的版本 影片沒有畫面 是不是該加一點畫面什麼的 拜託不要好不好 拜託你不要看著這個畫面 不要只專注的聽我的podcast 這個podcast真的沒有這麼重要 我希望大家可以一邊洗碗一邊聽 一邊做菜一邊切菜一邊聽 一邊洗澡一邊運動的時候一邊聽 那如果你今天在做 比較大重量的訓練 要很專注的時候 放空耳朵 沒關係 你雖然在聽 但是你也不要思考我在講什麼 也沒有問題 因為這個節目 真的一點都不重要 好啦 感謝今天收聽我們的宅漫漫說 那我們下週再見 拜拜